请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是在 昨天我们跟大家报告了 这盘四格局 虽然是小跌 但是很明显的一个量说 所以八法跟量价都还是同步多 这盘都还是有机会再去创下 再去挑战这个波段找高点的机会 在今天将军指数中场上涨三点 虽然留了长长的上影线 但是至少在今天都还创下波段新高 所以关于整个盘四格局 今天出现长上影线 长下影线 这个我们盘四格局在K线的一个形态 叫做高浪线 同时今天是有片线的 是有一批的股票一个短波线 它震荡 最明显的像夜城 像可城 短线上面利多消息 像原项 在一批利多消息 甚至于连台积电的利多消息 都有一点点控盘股都是黑K 有一点点利多短多出货的一个现象 所以今天是有片线的盘四格局 而且它在高浪区出现上下影线的高浪线 同时是一个片线的压力盘 所以短波这个盘四格局 也许有一些震荡的机会了 我认为假设这盘四格局震荡 很可能是因为在五个交易日 马上领准会就要公布 接下来6月14号的这个结论 那我们要等到6月15号的凌晨 才知道说这个盘四格局 那在FOMC到底是不是要生息 好 同时我认为接下来五天 大家的机会来了 如果接下来五天有因为消息面 那最明显的一个消息面 就是领准会的生息 一定是空方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国际的股会是要盯着FOMC 比较没有办法大开大合 它也很容易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震荡的动作 可是我认为这个震荡 是所有投资朋友 你务必要把握最后一波切入 有机会的主身段的股票 好好做多了一个机会了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持续锁定刘老师的节目 但是 投资朋友 毕竟今天都还冲下来 波乱性高 多投 整个波乱趋势两三天 两三天都还有一个高点 所以这个盘氏格局 趋势性的方向还是多投 趋势性的方向还是多投 所以所有的交易策略很简单 你不晓得怎么样布局的 就好好的 你不知道要怎么买 好 这一波怎么样利用这两个月 主身段最有机会充斥的这一波行情 好好把握主身段还有的 这个盘面上面至少要去挑战 我认为一定要去挑战这个历史次高点10393 告诉我们说回升波段目标在12682 所以接下来五天 如果因为今天是压力盘 爸爸是空方 但是价涨量争嘛 它还是一个多方量价 爸爸量价不同步 它容易随着消息面的一个波动 我认为最主要原因是 接下来五天非常容易 因为FOMC的升息 成为国际股位是震荡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这个震荡投资朋友 务必要去把握机会了 类似像 当初如果夜城 如果有威科 在去年8月6号 是跟大家报告时间点 鸿海家族非拉不可 鸿海家族非拉不可 郭董敢喊200块 就怕你不敢赚 有一颗夜城 包含今天有威科 又创下整个波段新高了 夜城今天虽然一定开高走低 因为这个利多消息 因为我昨天已经跟大家预告了 这边你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气泉气息的一个卖压 可是震荡下压 都还是让大家上车最好的一个机会 好不好 整个波段走势都还没有结束 好好的 你要想办法去找 谁是夜城 谁是有威科第二了 好不好 赶快去切入这波盘式格局 其实今天早上开高的一个过程里面 好 如果你知道今天盘式格局叫2点高 转1高压力盘 那你指数你就不要最高嘛 好 那这是10点半的一个位置点 在这个位置点 10点45分左右 好 这是9点钟 2点高找到一个高点 可是到10点半都没有过高嘛 所以这是2高转片线的1高压力盘 1高压力盘要做什么 当通空啊 好 那你会不会在这个短波向下 杀到11点多的时间点 好 那因为台积电相对增盘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高阳区的高阳线 你短空赚到钱就出场嘛 好 如果你知道这个盘式格局是2高片线 一高压力盘当通空 好 真的有风险你就短波 一点点 多空皆可啦 齐全的一个当通策略 我认为新阶段就改成 反正你就盯着开房爸爸 每天顺势地去做一个交易 好 但是我们在10070 总共一口气五个交易日之前 好 这是加权指数 五个交易日之前 好的老师跟大家预告 好 这里 先赚了一波240点 后利了结了 反手当天就打空 急杀下来 普空翻多 做多再上海 好 就1 2 3 4 5个交易日 好 又额外赚了340点 好 老师朋友 今天大盘还冲腰波乱新高齁 好 那为什么在低两区你敢压得满 为什么在相对转折低点你去你敢重压大买 好 因为每一波的高点 好 老师告诉大家 所有投资朋友你真的想做多的时候 都是这种转折高点 洪海喷出的位置点 好 这个转折高点 你当初有懂得看得懂盘式的格局 短线的盘式格局 各国盘式格局 好 不论它是多时空 反正每天开盘巴巴都会有给你一个明确的讯号 好 总之再加上这5天 再340点的获利 我们累计已经是2480点 好 半年度还没有结束 但是我们原先半年6个月 要想办法努力赚2000点的目标 现在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目标 继续再朝上廖老师的获利方程式的脚步迈进 好 每天的震荡都是大家赚钱的机会 那尤其接下来如果大盘震荡 每天三天有一点点供不过 一万零两百零这个区间 好 但是盘如果短波的震荡 我认为它是因为消息面的震荡 这种消息面的震荡 反而会让盘式格局主升到的股票 你会要做的贪钱会很快 我这几天不断跟大家讲 好 如果你资金集中在联发科 在先前低两区的有微科 你会觉得这盘式格局真的不难做 好 千万不要这个盘式格局 至于如果中长线的波段如同刘老师跟大家预告涨到12682 额外再涨2000点 好 结果投资朋友还是一毛钱都没有赚到 好 我认为这个机率 九成的机率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每一波的主流 都是投资朋友意想不到的主流 那每一波主流 你资金不需要多 好好利用这在月底 这两三个礼拜的一个行情 六月的日记里 真的会做你集中 好 就像刘老师昨天跟他讲 你好好地看着home part 这是未来二十根涨顶会出现的一个方向 那就看你懂不懂得选股票啦 你听得懂刘老师的意思吗 好 把资金集中到这个短线上面 有机会喷出主身段的主流 那我们的股票交易操作 我一直跟大家报告 我们交易策略非常简单 每次都只抓一档两档的盘 如果是大主身段 分时日线周线都是大主身段 我们可能会在短线买到三档 好 当你一百万资金集中在 这两三档股票喷出一两根涨停板 你把价差都当获利了结 已经拉开的时间点 你再把你的基本持股列为波段多单 好 那你的负担就不会很大 你真正股票有波段的时候 因为你的成本已经少了两成的这个价差 你真正有机会翻倍的股票 你真正有机会翻倍像郁金光 今天低两区右转强啊 好 像又一个端立成型啊 好的 这边可是 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初跌 集团的二浪反弹 就像 環球金已经盘头盘久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个波段来讲 从做多到这个243为止 刘老师就没有再跟他介绍这张股票 因为他已经提前反映到25倍的一个本益比 那刘老师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 有再跟你去公开再去介绍環球金吗 他已经不符合我们所说的主轴了 我认为性计算要操作的主流非常简单 就如同我去年八月份跟大家讲 大家担心供9000 供万点位阶已经高了 没关系 我现在帮你挑的股票 绝对都是从三四千点 长线三四千点这种低位阶的股票 你好好咬住一两个五层五层一个波段 两两股票你就赚一倍了 那重点是大盘你看不看得懂 个股的趋势你看不看得懂 好 六月份 看得懂得贪得很快 好 那随意就好好的职用资金进好布局 那我们密集招生中 好 这个 六老师说 全新的EP低机器的主流股 还有9名 还有9名 这相信内容 你可以直接相信六老师的服务人员 这个昨天如果你有拨电话来了 这个投资朋友六老师已经跟大家预告了 请大家务必把握这一波的机会 好 因为 就如同我去年在这个洪家军的一个波段起场点 我说 这是五月 好 我们从五月份就告诉大家 就是这一波12682 好 这是七月份的时候 道琼工业指数还在一万八千点 六老师直接告诉你 这一波至少上看 道琼工业指数至少上看两万零五百五十点 会嘎空嘎到外太空 为什么 升息多久 涨多久 接下来如果因为升息 让这个磐式格局有震荡的机会 投资朋友把握这个震荡的机会 好好的咬住一两档股票 你一挑 底部区三千点位积的股票 今年只要咬住两档一次五成 一次五成 你就加倍奉还 好 好 当然刘老师希望我们挑到股票 是当初刘老师在这个相对转折地位阶 跟大家预告的 洪家军的这一批股票 好 来 这是去年八月份的时间点 林老师跟大家报告的 好 你要开始好好注意这一批股票 谁 洪家军 好 好 背水一战 飞拉布可 当初的 有一颗还在十二块九 好 井鼎还在八十七块 夜城还在七十七块 对不对 刘老师说 这一波非拉布可 因为按照刘老师 在夏普的周线 月线 月线出现了C5 C5走向下卸行 出现月KD指标低档牛背离 就算宏达店也从四十块钱涨到一百三十五 我说 这个C指标看第四波高档 至少看六百六十块嘛 对不对 那第一波的A浪 或是第一波的涨幅 夏普已经涨到五百块了嘛 所以告诉你说下一波 夏普至少要再涨四百块钱嘛 我的婚伴它有机会走回升二波段 你这里绝对可以找到 类似像夏普涨两倍三倍以上的股票嘛 你看 我们把他报告股票包含夜城包含金顶的部分 都已经翻了几倍了 有一颗的部分 好 单单是在这个 夜城跟有一颗都已经拉开三倍以上的涨幅 好 投资朋友好好把握这波行情 好 接下来这五天是让你好好去布局 有可能就是这一波12682 好 好 我们当初跟大家报告 完全命中的就是刘老师现在这一套不行啊 好 那现在到底到第几波第几浪 你不用担心我帮你去规划啦 你现阶段一定要好好的去把握这个机会 好 比如说刘老师前几天跟大家讲到 还有这个WWDC的相关概念股 对不对 好 这个是WWDC 我已经跟刘老师跟他预告了三个礼拜了 来 投资朋友 这个是5月3号 好 联发科 联发科快要跌破210块 外资 外资 四大外资 其身调降平等 花期调降到130块 我当天拿这则抗讯拿出来告诉大家什么 我认为不需要多久 我们就看一个月 超级大散户 开始喊空联发科了 廖老师有没有告诉大家230块钱以下闭着眼睛买 有杀到210块 5浪加科KD贝里跌破210块钱 利空更是你赚大钱 额外再加码机会 今天收盘来到252 你买再210 100万你就赚20万啊 好 啊这有位客勒 尖盘中 好 三四天以前就跟他预告 你就观察436 43块6 43块6 43块6只要手稳3天 好 开始要转喷出段了齁 尾盘最高拉到45.8 即拉尾盘了 好了你错过了这一批股票 你错过夜城 错过有微科的 接下来这盘四格局怎么样去做一个追踪 务必要加紧脚步啦 好这个盘四格局只长一个主轴耶 什么主轴 WWDC或是IC设计这一块 单单单是靠长一个主轴就已经长到了 今天创造不然新高了嘛 上那个主轴 台积电连发科这个主轴嘛 半导体这块主轴嘛 那刘老师说另外一个主轴 洪家军这一批还没有动耶 所以这两个类骨自主群轮动 这个摆档的效应有了是来帮它涨过嘛 不然真的你看到创意的底部区 喷出形态的起涨 已经大盘开始震荡 创意又喷出第二根涨停 好 昨天投信是大买 好 那利空消息来讲 创意已经出去了 那是不是趁着利空 你要去开始去注意神盾 好 反复去测试190元 这个仅限一个机会了 好 有越来越多的一个股票开始在这里 总之你把握这个机会啦 我认为这一次的升息 创意老师最喜欢 每一次我都最喜欢 特别最喜欢这个FOMC之前 这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这种震荡机会 你看得懂的 基本面看得懂的 空方老是拿FOMC 来打赢它这个盘式格局 升息叫做长多保证的集中点 好 我认为至少一半 剩下的資金要卡進去了 剩下一半你就至少... 就怕不升啦 但是立地期貨的升息機率已經說顯示是95.8%了嘛 你期望直拉隊 總之你就靠選對股票嘛 你想要賺錢 這五天 趕快來 務必廖老師幫他挑到股票 你務必趕快上車 逼著你上車都是逼你賺錢 我不曉得大家賺到了沒有 拜託大家 聯發科 你押著資金買 5月19號 對不對 5月19號我們去辦演講的時候 拜託大家 你不要亂買 我寧願你去套護身2X 去套聯發科 因為聯發科即將要噴了 右肩即將完成了 好 好好咬住一檔股票 不需要多 一千萬你押四百萬的資金 從兩百一到兩百一十八塊錢 我們新店會沒有 都是在加碼 今天聯發科250了 聯發科不會漲 對不對 入股不會漲 對不對 這波噴最兇 而你可以壓資金最滿 賺堆子多的是誰 這不是當初劉老師逼著大家 保護身 元大護身正二 神龍聯發科 元大保護身 護身2X 當初12塊5而已 對不對 好 劉老師 這三歲轉折進來 210塊錢的聯發科 逼著大家買 兩根掌停板 你賺到了沒 100萬有跟劉老師今天兩到20萬元 你獲利機會了吧 好 所以接下來 聯發科以及WWDC 劉老師要幫大家去找到另外一個主軸 第一位階的洪家軍 你務必要快 因為有些股票開始在動了 為什麼劉老師說你要開始注意D77的洪家軍呢 學習兩方之後 劉老師繼續幫他解析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上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提貨 股票 選擇權 絕對報酬策略 多空創向靈活布局 您創付的最佳夥伴 02-2578-3777 2578-3777 亞洲投顧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咨詢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提貨 股票 選擇權 絕對報酬策略 多空創向靈活布局 您創付的最佳夥伴 02-2578-3777 2578-3777 亞洲投顧 27年來一直秉持專業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勝均 股票 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投顧 亞洲投顧 真心所托 真情照顧 咨詢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生命 所以修駕駛時我喜歡 主角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wn Line 修駕排七米床 歡迎來到我們現場 投資朋友 這一波環境真的是一輩子難得遇到的一次機會 那既然五月份的東母節的四五從八十九週的轉折都過去了 告訴我們是說 今年唯一的方向就是類股次族權轉換 不要是出貨股 硬要去做那些股票 底部去起漲 類似當初那個十一十二塊錢 不論是護身二X 不論是有威克這一批的股票 別人看不上眼的時候 反而是你彎腰減鑽石的時間點 股票不需要多 只需要一兩檔 好好咬出一檔股票就好了齁 來 這是二三二八廣語經驗亮出來了齁 一萬六千張 小短曆 你要開始去注意齁 下降壓力線已經過了對不對齁 好像有一點點要 預約預示的感覺齁 這個三一四九的政打 極短曝過短曝平台 它是跳空紅三明波亂起漲 壓不下來嘛 今天也有一點點短曝過平台嘛 好了還是不要一檔一檔股 不要去點啦 再點 就沒有朦朧美了好不好 各況指標股有威克 今天也平新高創新高了嘛 然後 你不要等到股東會召開了啦 好我就說接下來你不曉得怎麼樣買的 第一個 聯發科所帶動出來 投信有一些壓寶的方向 有人坐馬 再來 大老闆的企圖心 兩百元喊出來 我想常行你用配股配行 你絕對有這樣的一個目標啦 但是 不必要等到後來上兩百塊啦 你會一定要股票已經有翻倍的股票好幾檔出來了 那怎麼樣去把資金 我說 你不用擔心接下來盤市格局怎麼樣做 我們就是一兩檔先從短線出發 對了再波段來回價差操作 把每一個轉折掌握住 你不需要做 不需要太... 今年你不需要太多股票啦 廖師 過去這五六個月以來 我們最終股票真的不會太多 一個季度就是大概五六檔 幫你持續做最終 這一波新的股票 第三季的全新主籌 從這裡就要開始起 好 我希望你選對股票 萬點就是你財富的起張點 好 看不懂了 不要做的 趕快來 剩下這一兩檔股票 你務必要上車 想盡辦法把電話撥通 最後九個名額 12加12的一個內容 最後九個名額 12加12的內容 直接洽詢廖老師的服務人員 預祝大家投資順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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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投顾真心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最大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寄电话02-2578-3777 少年时心口怕病毁就出来的人 没想过是谁收起来就大汗了 我这天才发现 咱已经老了 但是人老心未老 还活着健康快乐 长照2.0 我们为您服务 我们给您照顾 让您吃到美国堂 快乐幸福心开快